嗨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洪中柜一起说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小孩 动作军对战日本龙击 他们两个在进行一个胎拳决定EP位置的 接把溜沙特利亚德举办的世界杯的比赛 那比赛就要开始了 兄弟们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大家可以先点击订阅 点击关注 好吗 点击关注不予落 现在的话每天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 哥德游戏比赛视频了 好 这是一场肯的单挑 到底谁的肯更厉害 动动八台的小手兄弟 点击蛋 给双方打气加油 刚一上来 双方处于一个力回试探阶段 小二先占了一点优势 又是一波向沙 日本龙击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小二 小孩已经36岁了 小二的插合比较厉害 力回相对来说是小二的优势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感觉这个插合做得非常到位 对不对 小二力回功力非常深 就纯力回 地方起身堵生龙 可惜啊 小二现在不光不芒的啊 以强有力的力回功力 给自己拿下第一等胜利 接下来就看日本龙击 让我们调整回来 现在是沙特首都 俩德举办的第一届电子竞技 哎呀 小孩 被对方直接斗鸡碰碰打康 黑板 小孩的插合真的很强 现在体力上来说 无日本龙击战友优势 但是小孩这个下中脚又插合了 这个插合直接搬运到板边 再投 再来一个投 我就知道他要投 再抬 抬拳 三连投之后再来一多 四连投了 再来一个 地方赌大招 但是小孩这次没有投 看到这里小伙伴 给小孩点个赞可以吗 如果说你喜欢小孩 觉得这个比赛不错的话 动动你发财的手啊 先给小孩点个赞 我上来就是绿冲投啊 打那个出其不意 日本龙击估计有点懵逼啊 这个大哥怎么这么猛啊 跟我之前胖的对手不太一样 这风格啊 龙击开始发起反击了 小孩被关在厕所 一旦被一般管边 那如果你防守心态不强的话 那就会很容易吃各种德 对方直接欧力胜龙去一趟 出口前置 现在消耗动气了 双方都不是狠毒 尤其是日本龙击没斗气啊 小孩还有机会 擦盒 好 蹦方 上枪 这个蹦方救了小孩一命啊 但是打不死 毕竟啊 对方体力还有这么多 对方下中角 偷到了 一波带走小孩 反杀 哎呦 小孩这擦一下就赢了 可惜啊 刚才能量不是很多 好了 这我小孩追战日本龙击比赛 上来又是 皮康老对手的出招 那 开头 肯的波动 升龙判定的还是比较优秀的 这波火焰升龙拳打不上对方 起身再度欧力升龙 这个欧力升龙嗨了自己啊 升龙不中 后果严重 我就说小孩能赢 骗开头成功 再再来 拿下第一灯了 比赛给他抢三 我有感觉小孩能够打进八强 好了 来看一下这个肯 对肯 谁是最强肯的 小孩就是提了心 要跟对方打力回 谁的力回功力更神 谁的心态很大 这个投机被对方拆到了 日本龙击也不是染世子 朋友们 能够打进世纪为总决赛的 那都不是染世子 三气双方各自都有三气 小孩就跟对方 龟 看谁能更能龟 这个时候 无谓的进攻 反而哎呀坏了 不得得被对方抢到一下中拳的机会了 这个相对方向下打完之后 马上确认滤冲取消 打出小气连 小孩滤冲 给对方向杀 哎呦 这个距离卡得刚刚好 不动拳 叛递发生快 对方中拳 打屁康 接三气了 哎呦 这个三气打完之后 小孩危险了 血量不是很多 但是小孩有个C的机会啊 还有可能赢的小孩 我相信小孩 能够拿下这灯的 你看 几次不动 现在对方没有气啊 对方再坚持 等自己斗技回来 好 斗技回来了 对方开始发波 哎呦 看得出来 龙吉这边也是紧张的不行啊 大口呼吸 大口喘气 小孩也很紧张 谁输了 谁 哎呦 这个是 淘太太 朋友们 打雷乱动 小孩这里 还是由于自己 依靠自己强力的插合 吕虫 火候虚晃 小孩没拆头啊 蹦放打雀盘 这次小孩被 连续两个蹦放 但是这个蹦放 没打晕 没上墙 需要坚持 小孩下东角 去 去 去 哎呦 赶紧跳出 猜到地方要蹦放了 哎呦 这个蹦放被小孩 第一时间反应回来 现在轮到小孩发进攻了 对方 轻腿 绿松 取消 牙赶紧跳 下轻蜓摸到了 小孩的机会来了 吕正泽 头 再来 同时出下中角 但是体力 双方是有差异的 拿下了这宝贝的一灯 精防 破滤冲 龙击猜到小孩的行动 小孩起身 欧击松 这次龙击猜错 解八六 其实也是很堵的一个游戏 对不对 插合一个下中角 强行放倒 带他来点一个反投 撞放到板边 开始博弈了 三七的小孩 三七的龙击 这个起身 能否 给小孩一个起身 第一块 小孩刚才精防 没有成功啊 下中拳 对方 打到小孩出招了 直接带上三七 超比杀技 目前小孩的斗技 还有 但是体力啊 这步消化很严重了 好在他 也有三七的机会 机会来了 生龙单发 确认了三七 超比杀技 这时候就是需要 消对方体力了 起人 这是一个责 机会来了 没有想到滤冲 小心对方的滤冲 精防滤冲啊 茶喝 出波吗 五十七鸟 这里都不敢轻易的滤冲了 都怕精防啊 你在晃 我在晃 你不动 我不动 来 虚晃一招 滤冲 想头被拆掉 夏中小又是个插盒 现在 上方体力都不是很多 小孩发波来打对方 摸雪 摸雪 我们两个小孩 想让前冲生龙 哎呦去 都没太多雪了 对方东西回来 威胁了 小条路 生龙 他俩想到一块去了 其实啊 日本龙竟拿到两分 现在还有一灯啊 抱歉 我也是有点紧张了 斗日都有啊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 水平差异不大的 就看谁的心态更强大了 现在比拼的是 是心态层面的对抗 技术层面 两人都是水平一样的 就看谁的心态更强大 小孩赌 O.D.圣龙 可惜 这次O.D.圣龙 没赌队 现在小孩 没有斗气 我的天哪 蹦放 晕了 那么现在这灯 应该不出意外 日本龙竟 赢了 比分2比1 日本龙竟拿到赛点 我靠 手都嘚嗦了 手都抖了 兄弟们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龙竟的手都抖了 要上拜森吗 没换人啊 现在小孩没有换人 而是继续选择了肯 来跟这方单挑 履虫 打到小孩的一个轮动 那现在 要不要起身 堵个胜龙小孩 插合一个下中脚 下清拳 前走 再打一个头 小孩 摸奖 下中脚 成功了 终于中断 地方进攻的节奏了 现在轮到小孩 发起进攻了 对方后后 立冲取消 他轮动 对方防守 对方小孩的蹦放 但是对方 用动气蹦放 打一个皮康 一步带走 那现在 日本龙竟拿到赛点灯了 小孩现在要加强地进攻 哇 这个龙脚踢 被地方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生龙破掉 轻腿 轻拳木牙 轻脚 直接带入生龙 板边搬运压制 一旦进板边 其实就是小孩一个噩梦了 下中脚 打插合 又是一个皮康 直接带入三气 超比杀技 难道说小孩 要输掉这一局吗 朋友们 看到这里小伙伴 大家先给小孩点点赞 大打气 加油 小孩能赢吗 小孩能够翻盘吗 又是欧帝生龙 结果小孩被 日本龙击 翻笔 击败 喜欢格斗游戏兄弟 喜欢街巴六的朋友 咱们点击关注 别诺 感谢大家收看 朋友们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